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全文 但是大概應該這類的文件 或說這類的東西 當然並不是第一次 從中國來說 它大概在將近十年前 就發布過內部 如何運用武警的一個綱要 但是大家沒有太注意 當時我們已經看見 它就明確講 在必要時刻 我可以動用軍隊幹什麼 然後它不只是講武警 它講到軍隊 所以當時大家沒有太留意 那事情就過去了 然後這麼多年 因為好像也都沒有用到 大家也都淡忘了 現在重新講起來 通常這類文件 如果我們看美國或其他相關國家 這類文件大概包含它的範圍是什麼呢 它講得很清楚 就是軍隊非戰爭的軍事行動 換句話說我動軍隊 但不是打仗 非戰爭 軍事行動 那這種通常包含什麼 第一 軍事威懾 就是我做動作 我嚇阻你 英文叫intimidation 我或deter 恐嚇或嚇阻你 但是我不會爭打 但是我做這個動作來 不過你要爭打的話 那你就很難說我到底打不打 但我現在告訴我不打 這是第一個 第二是國際違和 也就是這邊發生動亂了 然後我的軍隊介入 這種國際違和通常是受聯合國 或是地區組織的要求而出兵 第二塊 第三是反恐怖主義的行動 這邊發生恐怖行動什麼的 然後我必須出來 譬如說海盜 非洲的海盜 或者說這個激進伊斯蘭等等 再來是反走私 砌毒 然後這個防暴平暴 戒嚴就很難講了 最後像是戒嚴 我先說反走私 砌毒跟防暴平暴 反走私 砌毒 防暴平暴 在中共的國防體系裡面 這塊是劃歸武警的 如果說我中共今天講 我軍隊都可以拿來 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在想的是 我武警可能不夠用 或者武警的兵力恐嚇 不足以解決這問題 我才要把這留下一個窗口 就萬一我要動用軍隊的話 動用正規解放軍的話 我有法依據 不過武警已經很大量了 武警已經非常大了 大家不要搞錯 我一直提醒大家 武警不是警察 不是武裝警察 武警是我們的青裝師 武警你看到所有裝備什麼等等 還有一點就是 他稱呼公安是幹警 稱呼武警是戰士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武警的指揮官 將官調動 跟解放軍是輪調的 但你沒有看見警察跟這個 跟軍人是輪調的 你沒有看見這種事情 所以武警根本是軍隊 這大家要搞清楚 好 那麼發佈的東西 大概有對外對內跟對台灣三塊 對外一塊就是 我不是要打仗 然後我不想升高為戰爭 但是我需要用兵 我們剛剛說了 那除了這之外 我可以用武警 我還可以用什麼呢 用海警 大家常常忽略 我也反覆呼籲 中共的海警非常強大 中共是把解放軍 海軍 盜役或是還沒盜役的 沒有盜役的這個船艦 就撥給了這個海警用 船艦非常大 日本的這個海警 你說都算夠大了 它是日本海警的5到10倍大 它的船艦有這麼大 一艘船艦有這麼大 它整個加起來 那整個量那就更大 所以海警在我們看起來 是第二海軍 它只把海警罷了 那麼它也可以畫在這範圍之內 那麼可以用到哪些地方呢 周邊國家 第一是印度 第二是越南 這是打過仗的 印度之前還打過 那當然用棍棒打什麼等等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它現在有了這個法律的話 有了這個綱要的話 它可以名正言順說 我來幹什麼事 除了這之外 還有包含新疆旁邊 因為中共旁邊各位數一下 跟它領土相連的有14個國家 這14個國家 大概除了少數幾個之外 其他基本上不是有過摩擦 就是潛在衝突的危險 其中最複雜的 除了說中俄邊界之外 最複雜的是新疆 新疆附近一個是阿薩克 一個是吉爾吉斯 一個是塔吉克 一個是阿富汗 一個是巴基斯坦 所有這些國家在中共看起來 都有激進伊斯蘭的危險 如果有激進伊斯蘭的危險的話 那中共將來如果要出動軍隊 或用這個綱要的話 它用的理由一定是反恐怖主義 然後一定是跟新疆問題聯繫在一起 因為這樣它才名正言順 這點我們還得提一下 在今年年初哈薩克不是有過動亂嗎 俄國不是出兵了嗎 當時國際新聞講 中共一定愣住了 你這麼快就動作了 然後用了什麼安全體系 這個民意啪就出兵了 我這邊想要出兵的話 那變成說我要出動軍隊 我要幹什麼事 如果說我也能夠有個這種 叫做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 我打了這個旗艙出來的話 那我也可以介入了 所以它現在是看了很多個案例之後 然後決定 我可以有這麼一個模糊空間 我用軍隊擔任我 我又不說我用軍隊 所以它創造這個空間 那再一個就是不直接相關的 但是呢其實有影響的 遼國 緬甸 索羅門 柬埔寨 可以幹什麼呢 當地出現動亂的時候 我出兵維持治安 索羅門說要跟這相距很遠 沒有錯 但是我們簽了一個東西 然後柬埔寨的雲壤 我們也簽了東西 好 對內就是震報 譬如說維穩香港啦 新疆啦 上海啦 然後在乃至最近封城所引發的暴動 再來就有可能引發了各種維權事件 譬如說村鎮銀行 紅碼這些 那如果老百姓才反抗怎麼辦 那最後將來就是政治鬥爭 所以對台灣的部分呢 就是你在前面講的 模仿普京呢 將來對台灣 如果要幹什麼動作的話 成為特別軍事行動 或者叫非戰爭軍事行動 那就明正言歲 快拿出來了 那我通過問題 我要請教郭老師 從這個軍事的角度研判 您覺得中共有可能會對外怎麼用 那它這樣的用法 能夠迴避它國際 對它這個戰爭定義 或是侵略定義的這個制裁的 能夠避過去嗎 剛剛明老師是往西邊講 那我就往東邊講 我第一時間看到這個 它這個六章五十九條的全文 並沒有出來 那它提到的這個主要的十個目的 其實那個文字敘述 除了剛剛明老師提到說 跟普丁在4月21號 就是戰爭 2月21號戰爭爆發前的演講 使用的語言非常類似以外 也跟另外一個文件的語言非常類似 就是4月20號跟索門群島 簽的安全協議 幾乎是如出一策 就是中國在有必要 或是這個應其他國家的要求 這個有必要派遣這個武裝部隊 去保衛中國人 中國的設施 中國的投資 中國的這個基礎建設 計畫等等的 這些文字的內容 基本上跟4月20號 中所的安全協議是非常類似 所以可以說 簡單說這個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 可以說是一個upgrade version 升級版或強化版的 回去行動的綱要 那為什麼這樣子講 其實5月30號 第一個提到南太平洋 5月30號這個王毅在斐濟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他失敗的主因 我覺得是很快都破壞 他太倉促的 想要一次把索門的模式 複製到其他九個國家 那我相信現在中國 應該是使盡全力 在對付吉里巴斯 我覺得吉里巴斯 是中國的下一個目標 因為他太重要 地緣戰略位置太重要 如同我們之前討論過的 那吉里巴斯的下一個 應該美意外就是 馬薩爾群島 雖然說美國在 Marshall Islands 也花了非常多資源跟精力 可是因為現在南太十四國 裡面台灣跟中國是四比十 我們邦交國只有四個 諾魯 土瓦魯 柏流跟馬薩爾群島 那馬薩爾群島的地緣戰略位置 又非常重要 因為他正好梗在這個 夏威夷跟關島之間 那關島有一點點像美國 在整個亞太地區部署的這一個 像一把扇子 那個最底端 那個是關島 那前面就是我們之前談到 在沖繩的駐軍 加首納跟這個普天堅基地 那在這個善走的最後面 其實就是夏威夷基地 所以我認為說下一個 下一個 中共的下一個目標 應該是馬薩爾群島 那使用的手段也就不外乎 就是所謂的經濟援助 一帶一路這些計畫 對 所以王毅五月生十號在斐基這個 我認為不算是完全失敗 他這個想要一次複製十國 急功近利想要複製十國 現在開始會各個擊破 會各個擊破 那這個對美國澳洲來講 這個威脅性當然是相當大 對 然後如果這個 像中國跟索文門這個安全協議 就是剛剛明老師所提到的 去年十一月索文門群島 進入這個國內動盪 那後來是澳洲派兵 澳洲當然也是依照協議 派兵去幫索文門政府 抿平這個動亂 那以後就不見得了 有這一個非戰爭的軍事行動綱要 那中國可以宣稱他在索文門群島 他是有利益 他必須要派遣武裝部隊去協助 這個違和 那那個畫面就會非常有趣 對 那個對美國還有對澳洲 還有其他的民主國家 是一個big alarm 是一個非常大的警告信號 所以我覺得南泰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才是 中國已經順利改變現狀的 東海跟南海 我們應該都還記得 2021年的2月1號 中共通過海警法 14海警法 9月1號海上交通法 那那個部分都還是屬於在 比較低階的回區行動 因為他畢竟是Costco 對 那升級版的就是 6月14號公佈的這個 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 因為他是牽扯到正規的武裝部隊 所以這是中共非常善用的伎倆 就是他先用這個低階的 回區行動去破壞現狀 破壞現狀之後 Stage 2 第二階段就是創造新現狀 他幾乎每天都在東海 南海這邊繞 然後第三個就是Legalize 去把他的新現狀 把它合法化 所以就是去年的海警法 海上交通法 跟今年的這個 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 對 所以就這樣 這個步步進逼 步步進逼 這個是已經被改變現狀 東海跟南海的部分 那最後一個 第三個部分 最後一個部分 跟我們最切身相關的 就是台海 中國在今年已經兩次公開的 宣稱說沒有所謂的海峽中線 這個都整套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 觀察的縱深拉長的話 今年以來已經兩次 對台灣宣稱 沒有所謂的海峽中線 他們以前也講過 可是這麼頻密的講 這是第一次 然後在跟美國的對談裡面 他提到說台海不是國際公海 它是Territorial Water 他是中國的內海 所以也在幫這個做鋪墊 就是說當他把這個 對台灣的侵擾 原來都是周邊 那我們都知道 台海海峽當面是最重要 因為他距離真的太短 一百多公里 所以他從低階的 從那個什麼抽沙船 然後漁船 武裝漁船 然後上升到海警船 現在上升到是軍隊 可是他是執行非戰爭的軍事行動 來測試 來對台灣做進一步的壓力測試 然後同時也是警告美國說 這個不是International Water 所以你不應該進來這邊 Cruising 當然美國的回應是非常強硬 我們還是會繼續的 在台灣海峽巡益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 不斷的Upgrading 然後不斷的步步進擾 這種升級 這種回去行動 是這一個綱要的主要的目的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